剛剛提到的就是前七名 就是不是只是按照這裡面找到的二先放過來 然後再來八放過來 而是說先把第一名的八先放過來 再放十一 再放第三名二 一直類推就是一二三四五 所以我需要有一個外回圈是一到七 內回圈是找那個一到七名 你如果吻合的話把它的A欄的資料cull過來 我現在已經寫好了 我把它按一下有沒有 八十一二S類推 最後會有兩個是因為兩個都第七名 清楚一樣 怎麼寫呢?接下來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就改一個地方我把它back一下 把它倒車 其實基本上我改哪些地方 一我在上面增加一個for圍圈 那我為了要讓它forI等於一到七 OK Enter兩下打一個Nex 那不過你想說 老師你這邊有I 那這邊怎麼I 所以我的習慣 因為內回圈我的習慣都用追 所以呢 我會把原來那個回圈改成追 所以你會發現裡面如果是追 那底下都要把它改成追 你不要說有的沒改到那就麻煩了 OK 那再把這個內回圈放到這個 有沒有 這個I裡面就變成內回圈 那放進去就移動拖拉過來有沒有 再來記得把它按個tab鍵 下一階 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能夠閱讀性也比較高一些些 特別是說牌一定要做 像之前有同學 請我幫他看程式 結果他都沒有說牌 全部都在同一階 哇看起來真的太累了 而且我跟他講說你說牌一下 不然我就幫他說牌 所以我看別人 如果別人程式沒有按照我的習慣說牌 我都會先把它改成我的習慣 我再來看程式 不然的話有些時候真的看 所以如果這些全部都沒有說牌的話 哇那真的看起來太辛苦了 這邊全部都把它改這樣子 這樣看 這樣整個看 太累了 拒絕看這種程式 所以我通常會要求 同學第一個請你說牌 第二個請你有空加註解一下 這兩個可能要 在你學習過程當中都很重要 說牌然後加註解 因為我可能沒時間加註解 然後把它倒車一下 這樣子有沒有 就會比較賞心悅目一點點 有沒有應該可以看得出差異吧 現在以後不要沒事為了急救章 都不縮牌 記得啦 縮牌也是寫程式的一個部分 雖然VBA沒有嚴格要求 但是我覺得還是必要 所以喔像因為我縮牌習慣了 到Python裡面縮牌 感覺好像根扁就完全不用特別去注意 為什麼 因為我都縮牌習慣了 打Python馬上好像OK了 所以我剛開始寫Python的時候 我都忘記原來縮牌是程式的一部分 後來同學跟我講 我才知道 因為我自己已經都這樣做了 所以不用特別要求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邊改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放進來之後 佛I等於到加把裡面的都改成J 再來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什麼 等於 什麼 I就好了 對這樣OK了 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內迴圈 當I產生1的時候 他去查1 當他產生2的時候 他去查2 那不就是先查1 把1抓出來放過去 查2再把2放過去 3 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概念應該有 所以 可能一般同學 比較容易有障礙 內迴圈外 一個迴圈就已經過頭痛了 還外面再包一個外迴圈 更頭痛 不過沒有辦法 以後你遇到一定會有這種狀況 回圈 兩個算是常態 OK 以後如果你要解決問題 通常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 慢慢要習慣喔 好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那再來我們就是直接執行 那再來我們就是直接執行 所以第一個 I I的話呢 先幫我抓1號 所以他這邊1號 那他會在這麼多的範圍裡面呢 幫你全部都找 一直找 一直找 找到什麼 找到是那個1的為止 所以要一直找到 找到8對不對 找到8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 不過這個 可能你一直按F8太慢了 乾脆講 直接這邊設個中段點 讓他跑 跑到這邊 啊 當他等於多少呢 最等於9的時候 9 第9列 沒錯 他就找到了 找到的話呢 把這個8 幫我call到第二去 call過來 OK 8過來了 再加1 那再來的話呢 他就跳過 有沒有 內圍圈就跑完了 不過其實理論上 應該找到之後 可能這邊還可以再多寫一行 因為找到了 不會有第二個 所以你可以再多一個 什麼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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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然你不寫 也還OK 因為寫的話會更好 為什麼 因為 你找到了嘛 找到之後不會有第二個 因為 不對喔 可能有同樣的 那不行不行 這個可能要 這個這一行可能不行 因為剛好有同樣 是第七名的 那就不OK 所以這個去掉 所以這邊的話 跑完之後 他 不過他就沒有效率 又一直跑 跑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什麼 再來就 Nex i 所以他會 什麼 再接下來就是 會i等於2了嘛 然後又找到了 2號是哪一個 2號是這個 11 所以他把11再搬過來 一時類推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逐一的把結果 給找到了 最後清除掉 這樣就完成 所以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在 這個外回圈 然後呢 把裡面的 追 把i改成追 這樣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如果假設 你有一些細節 假如一下子 沒辦法聽懂 那沒關係 你可以先試做看看 可以拿我雲端上面的程式 先試著跑跑看 不過我還是建議 跑完之後 請你自己打一遍 才是你的喔 不然的話 以後怕說 將來你要自己 產生這樣的程式的話 會怕寫不出來 OK 再來其實 我覺得證照也是個途徑 另外還有一個 我印象中 其實大部分 如果 如果 他要你VBA 或者是Python 這個專頁 可能也會有 上機 比上機測驗 比如說你很多個 那就先給你一些題目 請你怎麼樣 請你把那個結果給做出來 也有可能 比如說你們去面試的時候 也有可能他說 那我給你到題目 你幫我把那個問題解決 這樣的話比較能夠符合他們要的啦 所以還是要把這些熟悉 盡量熟練 如果說你能夠在他的題目內容下 也可以快速做出來 我相信你又會比別人更多的機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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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